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英國皇家海軍的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 已經駛進南海 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標題說明英南已經去到南海犯戰 而且還說叫英南不要抓抽 即是不要扭打 內文更加提及到 如果美國盟友的軍艦 學美軍在南海撒野 有可能 成為中國撒一警白的目標 第二宗消息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再次在社交平台上發表貼文 批評西方媒體尤其是路透社 在報導東京奧運會的消息時 為西方運動員配上一些好圖 但專門為中國運動員配上醜圖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皇家海軍的藍隻駛進南海的情況 英國國防部發言人提到 說一如全球每年三分之一的航行會駛進南海 伊麗沙伯女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亦都是在這個海域合法航行 要前往菲律賓海 同盟邦以及夥伴會司 已展開演習 這就是國際海域最便捷的路線 發言人更重申 國防大臣華勒斯 曾經說到 說英國皇家海軍去到世界的另一端 並不是為了挑釁 他們是充滿著信心 但不會跟其他國家對抗 這就是英國國防部發言人所說的 亦都證明得到 英國並不是故意來這個海域 挑釁 只不過是行使他們 合法航行的權利 好了 但是環球時報似乎是拉著了 他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些用詞都是相當激烈的 標題就說 英南以來南海犯賤 莫在爪丑 即叫別人不要漏打 內文就提到 說他們要奉勸美國的盟友 尤其是要謹慎行事 和中國的紅線 要保持足夠距離 不要硬往前闖請能 那是甚麼紅線呢 即是中國的南海島 12海里範圍之內 根據大陸所說 不得進入 這就是大陸的紅線 好了 環時還說 必須要對他們直言 他們的軍艦如果是像美軍 在南海撒野 將會更有可能 成為中國 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 撒一警白的目標 這一篇文章就提及到 說美國軍艦 已經有多次 闖入中國南海 倒招12海里領海的先例 中方至今都是保持著最大的黑仔 但是 美國的盟友就要特別謹慎行事 為甚麼會有這個區別呢 這個其實是說出了一個區別 美軍以前是整天試過這些行為 但是現在英軍說要 要洗經南海海域的時候 就說 千釘萬足其他國家的軍隊 是不可以 仿效美軍這樣做 難道美軍是有特權的 還是怎樣呢 總之 環時就擺出了一副高姿態 就是 一旦觸碰紅線 就有可能 殺一警白 好了 接著那段就說 無用偉言 中國正在不斷加強針對南海的軍事力量建設 這些建設 不僅是向南海部署軍艦 更加是體系性的軍事鬥爭準備 南海熱點地區和中國大陸的距離 非常適合中國多款中程導彈發揮作用 美國和他的追隨者 如果只是數南海上哪一個航母多 哪一個戰機多 那就錯了 那些航母 在極端軍事鬥爭的情況下 全部都是不堪一擊 這一段就反映出 大陸似乎對於 自身的軍事力量 具有強烈的自信 說到 戰機多航母多都沒有用 是不堪一擊的 在極端的情況下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 可以說得上是紫上談兵 因為近二三十年來講 中國 似乎沒有一個對外的 熱戰的實戰經驗 當然有些人就提中印的軍事衝突 在邊境那裡 但是那個不是熱戰 那個就只是 用上了冷兵器 因為中印之間 其實就有一個 軍旨協定 就是當雙方即使發生衝突的時候 都不要使用到熱兵器 以免 衝突 進一步升級 但是美軍方面又不同 因為美軍近 十年二十年 其實 不斷都有一些實際作戰經驗是累積了 所以 到底還是這一段文章裏面 所反映出來的軍事自信 是從何而來 就不得而知 接著那段還講到 說英國 去南海拆 存在感 這個念頭 本身就是包含著一定的危險性 英國根本就沒有重塑南海格局的能力 準確點說 英國如果想在南海扮演脅迫中國的角色 就是犯戰 如果有實質動作 就是找抽 其實來講英國從來就沒有說單憑他們自己的力量 是可以重塑到南海的格局 但是 當越來越多國家的軍艦 都派往南海進行自由航行任務的時候 英國肯定就不可以少了一份 而且英國也不是為了航行而航行 別人是有目的地 別人就是要參加軍事演習 所以 這一段的文字 就有多少大內宣的意味 不是說給外國人聽 是說給大陸的小粉紅讀者聽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又再在Twitter上發表貼文 其實之前他們就已經說過一次 就是說那些西方媒體 在報導東京奧運會的時候 就專為那些中國運動員 簡張醜化的圖片來報導 這次他們又怎樣說呢 說要為運動員們不屈不撓的努力鼓掌 對種族主義和偏見說不 然後 又附上了四張圖片 這四張圖片都是截圖 就是路透社 有關東京奧運會裡面 中國和外國運動員 奪金的報導的一些截圖 環球時報又加隻腳踩了一份 他們就斥責 說路透社的報導的配圖 是將雙重標準 發揮得 臨離盡止 為什麼這樣說呢 環球時報就說 在路透社的報導上 當提及到幾位外國運動員 參賽新聞的時候 路透社所選取的 基本 都是運動員 面露微笑 感動落淚等的時刻 運動員的表情都是很自然的 而在報導中國選手 九龔立九 陳夢 和侯志偉 所選取的配圖 都是他們用力過猛的瞬間 顯得有些特額 環時還引述了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的說法 就說東京奧運已經進行到第2個禮拜 必須要尊重奧運精神 那些辯稱 西方媒體是公正的 以及批評中國戰狼的人 現在 究竟去了哪裏呢 大使館最後 以一個標籤 hashtag 叫做double standards 作了結束 其實早在上星期 7月24日 當中國的選手 侯志偉 拿到第一面金牌的時候 大使館已經 斥責 路透社 是無恥的 這樣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第一 為何 那麼多家大使館是不發聲 而是會由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發聲 這個真是有些奇怪 因為給人一種感覺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你說要批評路透社 路透社作為一家英國的媒體 就算是要發聲 比如說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聲是不是比較上 近磅一些 又或者這次是關乎東京的運會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聲 勉強是可以解釋得到 現在是由駐斯里蘭卡大使館發聲 這個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為何會由他發聲 大家都是戰狼 周圍都是外交戰狼 那由他發聲 為何會選出來的呢 那個準則在哪裏呢 我真是不知 第二就是 到底 由這些駐外機構來發聲 符不符合一個外交機構的職權範圍 大陸就整天批評 說美國在搞所謂的長臂管轄 現在由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去圍住這些 芝麻綠豆小事發聲 到底又算不算是長臂罵人 第三就是 究竟一張圖 是美圖或是醜圖 其實是全憑讀者自行來演繹和詮釋 現在大陸就好說 外國媒體 永遠只是在選手 發力的一剎那 按下了一塊門 搞到那些選手 都是面容扭曲的 但可能有些讀者 看到大陸的運動員 有一種那麼堅定的意志 那麼堅毅不屈的精神 可能他感到佩服也不定 不是說每個人都那麼膚淺看樣子 所以來講 這個詮釋的問題就是交給讀者是好一點的 不是說你覺得他面容扭曲為之養衰 那這個根本上就是太過膚淺的定奪 最後一件事就是 就算退一萬步來講 路透社是專門選擇一些所謂的醜圖 來配上在中國運動員的身上 又有何不可呢 這個就是要 尊重那個客觀事實 而且 只要來講 路透社所刊登的那張照片 它是一張真實的照片 是在競技場上現場所拍的一張照片 其實你都不可以怪責他 因為那張圖片 所反映出來的情況是真實的 而不是改圖 P圖或者是作文 所以 作為一家新聞機構來講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求真 反映真相 報道事實 所以來講 他是沒有責任或者是沒有義務 去特地選擇一些運動員拍得漂亮的照片 而刊登出來的 所以就算退一萬步來講 他特地選擇醜圖 都是新聞自由的一部分 同樣地來講 如果大陸真是看得不過眼 覺得 那些西方媒體這樣做是很不堪的 其實大陸一樣有派記者去奧運會採訪 你可以拍攝人的 如果他們真是介意得那麼交關的時候 最後一件事就是 其實那些媒體 編輯自主 是不應受到任何干預的 包括就是這些所謂外國勢力的干預 這個大使館有大使館罵 但是路透社至今 都沒有回應過這個大使館任何的批評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